2018年以来,巨人网络股价跌了近四成,此外,由于P2P平台接连暴危,上市公司新发力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投满网,也处于风雨悄悄之中。 8月6日,巨人网络公告停牌,并公布了305亿元,收购了二上会的消息,目前,上市公司市值仅为450亿元左右,此次收购对价就占了市值的三分之二。 巨人网络借壳世纪邮轮,曾作为中干股为A的标杆,以德资本市场热潮。 不过,随着网络游戏市场进去挂头花,上市公司业绩增长速度放缓,股价也节节走低。 然而,精明的史玉珠早有打算,早在借壳世纪邮轮之际,就联合东西资本收购以色列互联网公司PLATICAL并四机入入上市公司。 8月6日,巨人网络收购PLATICAL有了新的进展。 当月早间,深交所发布停牌公告,巨人网络将于当日停牌,随后,巨人网络也发布公告,上市公司于8月3日晚间收到证监会通知,并购重组为拟于今日招牌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 这意味着,巨人网络筹筹已久的收购案,终于开始上会了。 305亿元的大并购7月30日,巨人网络发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报告书,上市公司你以305.04亿元从重庆拨催,散海资本等11个交易对手中购买A,而非公司100%的A类股票,收购完成后, 巨人网络将全集持有LV公司,而标的公司主要价值,便是持有Platica100的股权。 公告显示,总对价300.04亿元中255.04亿元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另外50亿元通过签接方式支付。 为了支付这50亿元,上市公司你向大股东巨人投资8型股票,募集的50亿元,将全部用于此次收购。 经过松转调整后,巨人网络向Alpha公司股东8型股份的价格价为32.63元,向大股东巨人投资8型股票的价格36.05元,而截至停牌前,巨人网络收报22.26元。 也就是说,通过股份收购和母级配套资金的股价,分别照停牌前收盘价,溢价46.59%和61.95%溢价增发,以为着投资者买入级配套。 或许,上述交易方对此次收购后上市公司股价表现比较乐观。 据悉,Platica创立于2010年,公司自身不研发游戏,而是低价收购游戏,在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机器学习等方式,对游戏进行改造,提升被收购资产的商业化价值。 目前,Platica全球员工超过1600人,拥有超过2200万月度活跃用户,每日处理的数据量超过6万亿字节。 根据,2016年10月12日,Apany,公布的数据显示,在iOS平台排名前12,的休闲社交期排来网络游戏中,Platica占有4款,占比33%,在Google Play排名前12的休闲社交期排来网络游戏中,Platica占有5款,占比42%,可以看出,Platica在北美休闲社交期排来手游中, 拥有领先优势,而其排来网络游戏,在iOS平台和Google Play游戏畅销榜前50名中,占比据为24%,因此,收购Platica可以令巨人网络在北美首球市场,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地迷的游戏,彭皇的虎金巨人网络,是一家网络游戏上市公司,根据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游戏相关业务,营收25.86亿元,占比89.19%,互联网金融业务3.13亿元,占比10.81%,公司净利落12.9亿元, 同比增长20.71%,不过,公司旗下只有征途和巨人两款游戏较为出色。 在腾讯、网易两大巨头精品游戏备出之际,老牌游戏厂商巨人网络却一直停滞不前,2017年全球游戏收入Top25游戏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了四席,分别是腾讯、网易、完美世界、三级护鱼, 巨人网络作为传统游戏企业,没有找到自己的席位,上市公司2017年营收29.77亿元,同比增长25.1%,其中,电脑端网络游戏借务营收10亿元,同比降低15%,移动端网络游戏借务实现营收14亿元,同比增长47%。 此外,该年度上市公司,又新增了互联网金融业务,这主要源自公司的并购行为。 2017年11月,巨人网络耗资8亿元收购升占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减超旺金金融40%股权,旺金金融主要运营P2P收地带平台投拿网。 2017年为公司贡献超过3亿元营收,占营收比例达10.78%,可以看出,巨人网络2017年营收增长,主要由移动端游戏发力,和收购互联网金融公司增加营收所致。 进入2018年,户金业务对上市公司更为重要,根据2018年一季报显示,上市公司营收10.70亿元,同比增长42.97%,对于营收大幅增长,巨人网络表示既旺金金融内入合并范围,主要为服务费收入。 然而,户金业务对于巨人网络却是增收不增利,该季度净利润3.42亿元,同比增长1%,口飞后净利润3.26亿元,甚至下跌了3.71%,值得注意的是,近期P2P平台接连巴声爆雷事件,整个行业风险急剧抬升,若风险蔓延,恐不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稳定。 自年初以来,巨人网络股价从年初36.51元,下降至停牌前22.26元,跌幅高达39.03%,收购能拯救巨人网络。 事实上,当初为了顺利达成借客,巨人网络当时向股东做出了业绩承诺,即2016年2月,018年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将不低于10.02亿元,12.03亿元和15.03亿元。 依照2018年一季度业绩表示,上市公司很难完成上述业绩承诺,似乎正式上述考量,巨人网络才积极推动此次收购。 据悉,Platica公司2017年营收7.71亿元,取得净利润2.01亿元,若完成此次收购,上市公司将大大提高,完成业绩承诺的成功率。 事实上,徐玉柱对此次收购大费周章,并寄予厚望,Alfa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4日,除了持有Platica股权没有其他业务,似乎是专门为收购而成立的。 该公司股东中,范海资本背后是卢志强,红义创林背后是柳传志,顶辉服院背后的无上志,真与徐柱将心颇深。 尽管Platica主营业务均由游戏提供,该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却不是游戏,而是用人工智能改造游戏,因此,徐玉柱认为,Platica本来就是一家AI公司,建议Platica不光作用AI改造游戏的业务,还要用AI去做其他领域的业务。